在台湾的作曲里面 其实我知道卢老师在我回台湾以前 那时候我在九两年书的时候 就听很多人讲到台湾有一位非常杰出的作曲讲 卢彦老师 那也有看到一些他的作品 那后来就是很高兴 我从1990年回到台湾以后 在东吴大学 就跟卢老师成为同事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卢老师他的这个音乐跟他的为人 都是我们非常敬佩的 那他这个同事差不多将近20年 所以也算是一个很长时间 跟卢老师变成好朋友 那这个卢老师的音乐 我觉得就跟他的为人一样 他是大家都知道卢老师是千千君子 所以他的音乐里面但是呢 是一种很深厚的力量 但并不是说因为他这个千千君子 所以他的音乐就是只有温和的一面 但是他也很热情很激情的一面 那有很多 其实刚才卢老师在学校的时候 他是一个 我们刚才讲他是千千君子 但他又是很活泼很幽默 那大家都知道卢老师很喜欢画那些这个漫画式的 在他的手稿当中大家也会看到 有的时候有画动物 他甚至于说这个动物大学就是动物大学 这个有他自己也在谱上自己画自己是 这个卢嘛就变成了驴 所以然后他有一些比方说双钢琴的曲子 那我可能也会帮他录这个双钢琴的话 他也会在谱上画两个人 所以他真的是我觉得他不光是音乐上面的思想和活泼 就是平时的这种对生活的观察 对生命的这种这个意义的这种追求 他也是很活泼 然后呢他真的是这个后来年纪越大 像古人讲的这个年欲七十随心所欲 他就是年纪越大 他就是他越有灰洒的空间我觉得 特别是像我这次跟那个国家交响乐团 在那个录着他的这个钢琴协奏曲的这个录音 那他的钢琴协奏曲 比起他在二十年三十年以前写的那些钢琴曲来讲起来 从这个音乐本身的这个创作的理念到声音到他的意境 我觉得他不断的在追求新的意境新的突破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近配他的 因为他虽然说年纪越大 可是他不会说就变得保守 他年纪越大他越敢于创新 在他那个时候十方乐集为他举行庆声会的时候 那时候有因为我正好去欧洲一个钢琴比赛评审 所以我就先把他的四首前奏曲录下来 那我就在录音的时候也有跟他对谈 然后也有请教他他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想法 可是他都说他写完了以后 那那个菩萨的意思就是靠那个演奏家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尊重演奏者 他觉得他要讲的话在作曲的时候 他已经把那个音符写在菩萨 那以后人对他的这种留下的这个信息 要怎么样解读或者是有什么体悟 那应该他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不会强求说他的音乐一定要这样演 或者一定要那样演 他就觉得每一个人有特点 当然有的人有自己的 因为生命经历的不一样 对于音乐的认知当然就会有不一样的观感 那在音乐的表现上也有跟每个人的这个性格 跟他的训练的这个经历都有关系 那他就说他会让音乐家有最大的发挥的空间 我觉得作为一个作曲家来说这是很难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作曲家对自己的作品 就像小孩子一样都很保护 但是他的态度是一个很开放的态度 卢老师他虽然他有的时候对他自己的作品他其实很谦虚 他不愿意就是说一直讲自己的作品或者是一直解释自己的作品 他觉得音乐就是音乐 而且用于语言可能是语言在音乐面前变得很贫乏很无力 但是呢我会感受到卢老师他喜欢的或者说他想要追求的音乐呢 他所有的这些技巧创作的技巧 像刚才讲到复格也好诗爱音乐也好 因为我们在他的手稿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手稿的前面 他会把诗爱音乐的那个魔术方块列出来 那怎么排列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超越这些才是他想要追求的这个境界 他所想要追求的不是他会运用复格 我会运用十二音乐会运用五声音阶的调式 跟十二音乐的这种结合 当然在这方面他是可以说是台湾这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大师 对不对 但是呢他所要追求的是通过这些来表达一个作为一个人 一个人的感受 人跟自然的感受 人跟世界的对话 而不是说我今天我会用这个十二音乐 我会用最现代的这种作曲技巧跟东方的音乐的元素结合 现在就是这种结合不是 他是要超越这种结合结合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 他的目的是 这个作为一个东方的生长有东方文化的 有这种历练生命经验的人 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 他的一些感受 他对一些生命的体验 我觉得这个是他想要追求的 应该是有很多首 那他的声乐曲 他的这个室内乐都有非常成功的这种作品 那从我自己本身的专一来讲起来 我觉得早期的作品 应该说起来 那个四首前奏曲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例子 因为他这个前奏曲 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说他用五声音阶 可是呢又是十二音列的这种结构 但是呢主题非常明显的就是说 这是一个东方的音乐 这个时间和空间 但是呢又是一个在二十世纪以后 这个受到很多多元的影响的东方音乐 所以这个他在这里非常成功的 就是把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 但是呢他又表达了这种 像这个从这个古代传统的这种 用音乐来抒发情感 在音乐中间可以超越用很简单的音符 甚至于我觉得他跟这种古乐来讲起来 都有某种这个相通的一些这种意境的联系 因为他会用很简单的几个动机 就把一种很深远的意境 就把历史的这种 这个隐藏的这种意义会表现出来 所以听到他的音乐不是说 他只是写了一段很好听的旋律 或者是他会把一些很复杂的技巧重叠在一起 但是呢他是说你会看到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 一个很完整的人在那里跟自然对话 是 那除了这个早期的 因为他那个前奏曲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写的 他去那边进修的时候 所以是1979年的时候 所以是比较早期 那他在去世前一年才完成的 这钢琴协奏曲可以说是在某种意义上 他希望通过钢琴也是他喜欢的乐器 这样一个媒介跟管弦乐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乐曲又把他以前的很多这种理念 又经过这个沉淀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不是说把以前的乐曲通通找回来再排在一起 或者是揉在一起 而是他我觉得他有经过一个很深层的思考以后 把这些他的经验把他的这些想法 然后又不断的追求的一种新的声音 新的这种理想的境界 他希望能够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的协奏曲是非常特别的 也许第一次听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蓬大的音响 又有这么细腻的这种感受 这两者好像是很矛盾 可是他在这里面做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表达 所以我觉得他的协奏曲也是一样 他不是说只是要展示某一种作曲的方式 他是要想的是他心里真的有很多 很多有意义的话要去跟大家讲 但是他不是用文字 而是说他用他的音乐 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候 他这个七十几年的这种经验跟经历 他希望表达出来 关于演奏现代作曲家的作品 我觉得其实比演奏古典的或者已经不能够 就是说已经不在的这种过世的作曲家的作品 演奏现在我们可以沟通的作曲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享受一种特别的意义 因为从当中我自己也学到很多 因为你需要从不是从演奏者的角度 你需要从一个比方说你来感受作曲家 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安排他的音乐 为什么他要去这样发展 那你要让你的这个思考的这种过程 好像把你自己转换成一个角色是 你本身是一个作曲家 你本身如果是乐团的话 你是要跟指挥一样 你要能够看到一个全部的作品的一个全貌 而不是说只是某一个地方的记号 某一个地方的表情 但是呢是通过这一个作曲家的这样一种思考的过程 我觉得思考的过程比你实际这个执行的过程要重要 这个是我想作曲家来讲 也是好的作曲家 他一定是他人家说某早写的以后 他像一个苹果一样他的作品在手里 那他是因为他已经把前前后后都思考的过程已经很完善了 所以他最后写出来的时候他是他就是是已经就是用外国的话 就是在他的手里面掌握住 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过这个演奏这些 我觉得是其实一样的这个现代的作曲家也好 古代的作曲家也好 你要去想象能够当然多了解 当然你这个对于作曲家本身对他周围的环境了解的越多 那你就越能更好的来体会他的这种角色的这个成长的过程 或者是思考的过程 那如果你对于这个作曲家文化背景 他本身的经历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很少的话 当然你能够射身处地的作为一个思考者的话 你能够建立的基础就变得很少 所以我觉得跟现代作曲家一起这个演奏的话 就是这个方面会非常有帮助 谢谢大家